嗨 喂 喂 欸 你是高沙嗎 對啊 爺 一樣一樣一樣 你的聲音還算蠻好聽的欸 對 好聽啊 你是什麼科學 公安科 左插右遲 對啊 你怎麼知道 我有讀過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我轉系轉走了 轉科吧 對 因為我覺得我還 臭男生還是喜歡那個啦 一公科你知道嗎 啊你是渡哪裡 渡哪裡 台中啊 我中部人 你台語很爛 嘴啦 嘴嘴啦 我說你渡哪一間啊 沒有哪一間 你先講 你先講啦 你先講喔 你問人的要先講欸 喔 是這樣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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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そうです そうです 嗨 欸 你有學日文課了嗎 有啊 真的喔 這樣 那我考你 不要 犬是什麼 犬 犬 犬是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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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好不好 犬跟那一口會搞錯 搞你也討 欸 對不起 不會好不好 好啊 我這兩個常常都會問錯啊 喔 那我考你 對 那一口是貓 考你馬怎麼唸 馬 馬就問 哈哈 我知道啦 馬 馬就很像輕輕的時候會發出來的啊 馬 馬 對 馬 不要輕了啊 我沒有輕 不要輕啦 受不了啊 你很好笑欸 我可以問問題嗎 可以嗎 可以啊 嗯 那你有boyfriend的嗎 啊 前男友有嗎 前的 有有有有 哈哈 怎麼了 花心欸你 什麼 我都有你了 我還能怎樣 哈哈哈哈 沒有啦沒有啦 我 你有很多個嗎 你有 你曾經有幾任啊 國小的時候嗎 呃 就是 要有一點 牽手 或者是 啾啾吧 呃 啾啾 四個吧 蛤 對啦 你八歲就教了喔 最好四啊 八怎麼教 這麼多 太好了吧 什麼太好了 我都教很久欸 喔 因為我沒有教過啊 真的假的 教不到啊 聲音那麼好聽欸 嘖 你是姐姐欸 我可以叫你姐姐嗎 我是妹妹 你是師姐欸 什麼師姐 就是 電 電愛方面 你是姐姐 啊 嗯 對 對 解釋了 哇 哇 很感動欸 很感動欸 你竟然會 會按我愛心啊 沒事啦 我還沒等一下 等一下直接掛好電話欸 不會啊 說我日文太破 不是啦 我要找一個電背的嘛 對不對 蛤 蛤啊不是不是 我說到你聲音也很好聽啊 你到底什麼意思啊 你幾個意思 沒有啊開玩笑 開玩笑 對不起 是開玩笑嗎 開玩笑 你覺得 你會歧視 處男 或沒教過嗎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 就是我朋友 就可能私一下說 欸你很勸欸 靠北啊 沒教過 嫩嫩嫩嫩嫩 我都已經集累集累了 你知道 都跟我炫耀欸 不用學啦 不行啊 會變 你知道啊 臭男生 沒辦法咽下這一口氣 你知道嗎 沒關係啦 就假裝說你自己有就好了 這樣子我內心很空虛 他問我說接吻是什麼感覺 如果我回答像榴槤怎麼辦 你就說 不然你就是 你的手拿起來 嗯 親一下你的手 就是那種感覺 那你可以教我嗎 可以嗎 教你個屁啊 沒有人教我欸 如果是我 你會願意教我嗎 蛤 本人沒有再提供教學了欸 啊 壞死了耶 欸你感覺很厲害欸 你經驗很豐富欸 最好是啊 我沒有 你 喔你還是 就是沒有權雷打 是不是 是 可是有親親嗎 有親親嗎 有親親嗎 廢話嗎 那你親親的時候 會 刷牙嗎 蛤 那你早上出門是不會刷牙的嗎 不是啊就是可能 譬如說放學了 那時候可能下午你沒有吃下午茶啊 然後 感覺來了 這樣子會 要先刷個牙嗎 還是要剃個牙嗎 不需要啦 他嫌棄就不要親了 不是啊我怕 女生會覺得我們這個臭男生 臭臭的 喔臭臭的這樣 對啊 臭臭的 沒有啊如果是那種 非常的有氣氛 非常的有感覺 他不管你臭不臭 那我問你男生剛打完籃球很帥 然後 爆一個可以嗎 很香欸 很香 有些很香 靠不是啊打球是臭的啊 打完 沒有沒有有些那個流起來的 那個 汗是香的真的 就那種體香味會跑出來 靠哪一個男生是香 是孔鏡的啊 孔鏡的是不是 真的 會 哇 你有那個汗臭屁是不是啊 沒有 我的是香的啊 你要聞一下嗎 沒有你那樣講就感覺你的是臭的 不是啊我的腋下是香的 要聞一下嗎 噁心欸 不用謝謝 自己聞 僕の愛欲しいですか 欲しい 靠欲しいですか 是 是 我的愛 你要嗎欲しいですか 想要嗎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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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我會不會太兇 算了啦 這不是嗎 難怪沒有女朋友 你會 你會帶我嗎 你可以 幫我一下嗎 你要不要喜歡吃的 吃的啊 我想吃吃的看著你 那好像變態 不是啊 不是啊 如果我請你去吃下午茶 我買一個 布朗尼給你看著你吃不行喔 不要吃吃的吧 可是我覺得看 一個美麗的東西是很享受的啊 喔是我嗎 呃 應該是吧 什麼意思啊 不是啦 就是說認真的 譬如說你今天看狗狗吃飯 你就覺得他很可愛 然後很療癒 就會覺得很開心啊 那我看著我喜歡的人在吃 他喜歡吃的東西 我也覺得很開心 我是你喜歡的人嗎 對啦 我認真講 你剛剛想到什麼 什麼吃吃的看著我 你幫我 啊不是你吃東西 什麼東西 想到哪裡去 什麼啊 知道你在講什麼 那為什麼那個 你之前四個 為什麼四人都沒有在一起了 沒有在一起 對啊 啊 你劈腿喔 你才劈腿 那他為什麼四人都沒有 得到那個正果 我先說最後一任好了啦 好 我聽一下 最後一任就是呢 太黏了嘛 把重心就是放在我身上 我就是不太喜歡這樣 我覺得就是 各做各的事情 就是不要因為對方 然後就是忘記自己的 就是 怎麼講 我知道就是 身為一個男人 就要有自己的事業目標 就是你可以去忙工作 然後我們再來 對 經營我們的愛情 你不喜歡沒有目標的男生 對不對 嗯 對沒錯 你看我懂你吧 不要因為有什麼 有另一半然後就 自己就是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把自己的時間 放在另外一半的身上 我不會這樣對你啦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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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這樣 對對對 我就是我會做我的事情 然後也會 順便 愛愛愛愛愛愛護你的 對 你 你知道我通常不知道要講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你還是算喜歡他嗎 喜歡啊 只是你只是覺得相處模式不合而已對不對 對 喜歡他這個人 但是 相處起來覺得有點壓力 對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懂你 那你可能 你比較適合我 哈哈哈哈 好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絲專頁幫我按個讚 也可以到Twitch實況這邊跟我做一個即時的互動 最重要的是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並開啟你的小鈴鐺 你就可以得到我發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囉 那我是一聽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可以那我剪嗎 做成影片的話 好 謝謝 對啊 重點也是你蠻好笑的 重點也是你蠻好笑的